安省新冠肺炎感染个案不断飙升 有医生警告 除非省府推出进一步防疫措施抑制社区传播 否则以省府现行计划 不足以阻止病毒蔓延 踏入9月 安省每日新增个案屡创高峰 生长道格福特随即推出一系列计划 包括将每日检测量提升至5万宗 增聘千人跟踪与确诊者有紧密接触人士 多伦多市家庭医生兼研究学者Tara Kiran表示 确诊个案在今夏回落时 本市调整检测追踪及隔离系统的大好机会 但最近个案急增的情况正好反映 安省医疗系统似乎仍未做好准备 以多伦多为例 无论在检测密切接触者追踪上都明显落后 余办检测者平均在两日或以上都未收到检测结果 检测呈阳性者中也有近半在24小时内未或被联络上 Kiran认为只有社区活动大幅度停摆 才能抑制病毒蔓延 令检测及追踪系统能追上每日个案增加的速度 但省府则坚持他们可以达标 省府先计划从加拿大统计局调出500人协助管理接触个案 令再聘500人负责追踪 令有关人员有2750人增至3750人 在过去数周 省民排队接受采样已需轮后数小时 为此省府虽允许药房提供检测服务 个别医院也开始进行唾液样本检测 及陆续加开更多检测中心 只是检测速度仍受限于实验室工作量 实验室目前可完成4万个检测 但省府目标是每日再提高1万个 只是现在羁押个案已有5万个 令检测个案很难追踪上病毒传播速度 当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越拖越长 便越迟做出追踪 及越迟联络密切接触者 以多事为例 平均只有20%的检测个案 可在24小时内有结果 检测呈阳性的患者中 只有55%可在24小时内收到通知 对此 多事公共卫生局副医疗官 Venita Duby表示 这是因为不管职员经过多次尝试 仍未联络上确诊者 他们的电话不是没有设立留言信箱 便是电话号码无效 再加上患者的工作及生活情况 也增加了职员联系的难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更多误会订阅